接著我們來看看題目 他說有一個是我們的瘤帶瘤酸鈉加細鹽酸的實驗 然後一個白紙的有個加號的白紙啊 撞吹齊瓶啊倒下去啊然後做五次實驗啊 做五次實驗啊然後呢想請問你 我想探討的是鹽酸的濃度跟反應素的關係要看哪幾個 我既然要探討的是鹽酸濃度跟反應素就是遮住實質的時間 表示我要改變鹽酸濃度那其他的都不能變 這樣才是可以的 所以我要改變鹽酸濃度超重邊衣 其他都要不變都要一樣 那看看什麼實驗室除了鹽酸濃度不一樣其他都一樣 誰跟誰是怎樣 誰跟誰是怎樣 看了一下就發現誰跟才是怎樣 你就知道以跟比 所以我們答案就要選以比 就是想知道這種實驗結果要做什麼實驗 OK 那麼這位大小姐想要測定反應速率 然後呢有個實驗幾乎下表 長成這樣 長成這樣 OK 然後呢 他想要了解溫度跟反應速率的關係 我們要看什麼結果 那你就曉得要了解溫度跟反應速率 所以誰要變 溫度要變 那其他能不能變 其他不能變 其他都要一樣 所以這個表格裡面誰符合這個樣子 誰是符合這個樣子 誰符合 可愛小女生物保 有十二號 你選出 你選出 選出 餅跟釘 溫度一個二十度一個三十度 其他的鹽酸濃度一樣 顆粒大小一樣 貝殼重一樣 所以餅跟豬 只改變反應溫度其他都相同 符合我們的要求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 豬 餅跟釘 那如果我這 剛才是 想要知道這個結果要做什麼實驗 這題叫做 這樣做實驗可以知道什麼結果 那我去看乙跟餅 乙跟餅 那請問你我可以知道什麼東西 知道誰對反應的影響 他們改變了誰 乙跟餅改變了誰 然後就會知道 改變的東西對反應的影響 看一下他的表格 這叫做 做這樣的實驗 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就是我們的控制編譯法兩種考法 想知道這樣的結果 要做什麼實驗 這樣做實驗會知道什麼結果 好帥哥男 帥哥男 答案要選誰啊 有帥哥男 帥哥男 沒有十七號 二十二 你說C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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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C 乙跟餅只改變了鹽酸濃度 其他的顆粒大小一樣 貝殼重一樣 溫度一樣 所以他研究的是鹽酸濃度 跟反應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 我們了解的 就剛剛跟各位介紹了 我們控制編譯法會考的提醒 再說一次 這個非常愛考 用不同的實驗考 考 這樣做實驗可以知道什麼結果 想要知道這個結果該如何做實驗 OK